地铁站外的广场围起栅栏拉起封锁线 警方加派人员频频在站内和站外巡视 南韩最近阵风光复节廉价 守株首尔为了预防集会活动导致群聚感染 市中心戒备森严 警方除了在多个地铁站管制出入口 也在首尔市政厅到临近青瓦台的光化门一带 这些示威群众通常会活动的地点 派出大批警力管制人员和车辆进出 市中心各处总共设置81个零检站 在传播力强大的Delta变种病毒推波助澜下 南韩近来疫情升温 单日确诊数已经连续一个多月都维持在1000例以上 日前更突破单日2000例 为了避免疫情再度扩散 廉价前政府已经多次呼吁民众减少外出 其实首尔首都圈地区原本就因为实施 第四阶段社交距离规范 禁止所有集会活动 不过廉价期间仍然看到不少民众带着标语旗帜 在光化门一带徘徊 甚至还有群众向警方叫骂 也有民众成群坐在管制区域外的路边或凉亭休息 去年此时南韩就曾发生反政府团体强行集会 之后爆发新一波大规模群聚感染 对此南韩官员呼吁记取当时的惨痛教训 也声明会以无宽容的原则 严惩这次不顾政府警告 执意强行非法集会活动的团体 中央世界廖宇阳首尔报道